哈哈 還有我的媽啊 還有我的媽啊 從洪康 飛機是一個發生意外的 頻率比較低的交通工具 但是一旦出事的話 事情就鬧大了 相對的 預防飛機出事情的準備工作 就非常重要 今天要討論的就是 空難的各種原因 好險 今天才討論 因為我剛回來 不然你嚇人 來 節目一開始 先請你看一段 飛機試試的影片請看 第五二 現在是第五二 紅炸雞 日機是睡著了 F22 這個 這個就不知道是什麼 直升機 直升機在吊掛 它也太沒腦了吧 P38 空中 機折斷 這個狠 應該是風切 風切造成 這相撞 這相撞 航空載相撞 直接 天啊 好 剛才看的第一段影片 那飛機非常大 那就是美國著名的 B52轟炸機 它那個 那個影片我有看過 它是拉起來以後 一拉 拉太側了 那飛機太大了 就整個下來了 台灣有一起墜機的事件 真相隱瞞了45年 馬哥真相是什麼 這是台灣最神秘 最可怕的一支追擊士 為什麼這樣想 1964年6月 6月20號 這架飛機 從青泉岡機場起飛 台中喔 台中 青泉岡起飛 本來要往北飛 是 突然有直升機在旁邊 護衛 可見很重要 是 突然之間急劇右轉 那不懂為什麼 你應該北飛往台北飛 對 突然間右轉 又右轉 最後 掉了神鋼箱 整個摘下去 是 上面52個乘客 跟5個機組員 全部立爛 是 這叫神鋼空難 神鋼空難 神鋼空難 1964年6月20號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那一年 我們在舉辦 第11屆 這個亞太營展 台灣的時候 剛剛來台灣 舉辦這麼盛大 大事 大事 我們辦多大的時候 國際宣傳 我們把誰找來了 威廉賀頓 唉唷 威廉賀頓 那時候 1960年 威廉賀頓是多有名的 爆紅 伊麗莎白太樂的老公 那時候對不對 威廉賀頓找來了 全亞洲的人都來了 尤其其中一個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就是陸運濤 陸運濤 陸運濤是亞洲的影業巨子 亞洲的頂尖富豪 大概是全亞洲影業巨子裡面 他最有錢的 是 那他來台灣 我們是要打算跟他合作的 為什麼 他是華人 他是住在馬來西亞 但華人 陸運濤夫婦回來了 哇不得了的你知道 6月20號晚上 就這飛機要飛回去是什麼 就是要 晚上6點在原山大飯店 他請行政院院長吃飯 騎開 請了600多個政府官員 全部要去捧場 所以他是要回台北的 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在亞太行長的人 要去看故宮的寶物 那時候故宮寶物你們要知道 在這個台中悟風 是 你知道在台中悟風 我們所有的故宮跟皇后 剛運來台灣的時候 都放在台中 然後放在台中悟風 然後台北故宮修好之後 才運過去的 是 所以他們就要到 來看故宮寶物 結果呢 魏延赫頓 對這沒興趣 對 他們又搭上這個班級 但是分析上 台灣的影界人士都在上面 中影製片廠的廠長 國泰影業工 那國泰台灣最大的 董市長 新聞局的局長 新聞局對外聯絡室的主任 反正 台灣的影界人士 通通在這架飛機上 是 結果 看完之後 這架飛機居然災了 不得了 杜玉涛夫婦在上面 台灣的 來成雅亞 他影展的重要人士都在上面 是 這不得了的事情 很多國際人士都在上面 國際人士都在上面 而且我們的所有新聞 我們的我剛剛講的嘛 什麼新聞局局長也在上面 中影製片廠長也在上面 是 中影製片廠長也在上面 開玩笑 你知道崔小平為這件事 抓起來的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間諜案 為什麼間諜案 因為他 他沒有上飛機 但他送了一個蛋糕上飛機 因為他 他覺得要向他們致敬 他送了一個蛋糕上飛機 把他抓起來是說 說那蛋糕裡面有炸彈 所以崔小平後來寫了一本書 叫天鵝杯歌 天鵝的杯歌 就講這件事情 說他根本沒有送炸彈 冤枉他的 其實他們把現場 這個搜索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 這個他們在現場 找到一本 海軍雷達手冊 一打開 裡面被挖空了 一個手槍的形狀 代表說那個 那裡面擺了一支槍 夾帶槍 夾帶一支槍 找到那個槍 找到那個之後 全面去搜索 居然找到第二本 海軍雷達手冊 一打開 裡面也被掏空了 是 掏空了 然後他們就開始 全面搜索 在機艙 那個機長的機艙裡面 找到一把四五手槍 找到四五手槍 後來整個那個飛機 吊起來的時候 又找到第二把四五手槍 你知道嗎 原來是有兩把四五手槍 這兩把四五手槍怎麼來的呢 然後他們就看 整個情報人員 就把機長的整個屍體搞 因為機長已經燒得 面目全非了 是 就發覺 他那個雖然燒得面目全非 但他那個制服 燒的地方不一樣 就在重新有打鬥 被人家撕開丟 就有打鬥撕裂過 第二個 在機場這邊有個洞 一挖找到一個彈孔 機場是被扁掉的 進距離槍把它扁掉了 副駕駛就找 沒找到 沒找到就拿去火化對不對 火化又成骨灰對不對 等到骨灰出來 家族不要去搜骨灰 一拿骨灰 會響 打開看 骨灰裡面一個彈頭 兩個都被幹掉了 副駕駛 骨灰裡面一個彈頭 兩個都被幹掉了 兩個被幹掉 他們就馬上查 一查這兩本書 是澎湖海軍第二造船場 圖書室裡面借出來的 一看借的人叫真陽 趕快查 現在的講法就是說 這種種的痕跡代表什麼 代表說是他們兩個截跡 截跡但那個飛行員敵死不從 敵死不從他們就把飛行員幹掉 同歸於盡 這是要給台灣難看的 但是聯合報記者厲害 聯合報記者有拍到那張照片 就是那個海軍雷達手打開裡面 是空 空的那個槍的那樣子 有拍到 第二天聯合報有燈 你可以去找 各位可以去找 1960年6月21號的聯合報 有這個照片 後來聯合報就被下令 閉嘴 不准講 是 我講公辦了這麼大的事情 摔飛機已經夠難堪了 台灣還有人截跡 全團低劍截跡事件 這多丟人了 是 所以這件事情 就變成台灣最神秘的 墜跡事件 劉平你遇過乘客拿氣油要截跡 我們國內有家好像公司在飛機上 就是有一個乘客上飛機 然後換那飛機是很小 就是從後面可以看到前面發生什麼事 後來就發生就是前面有人在講話很大聲 然後所有的客人就往前移動說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就這時候前面是一個乘客 男性 他拿了一個打火機 跟一罐汽油 他說 他說我要截跡 我要到福州去 那到福州去 然後大家 你知道 他可能心裡有什麼情緒上的問題 過不去 報復 然後那個座舱長非常的激進 其實空服員我覺得 在篩選的時候 就要篩選一些比較懂得冷靜情緒 控制的人 那這個座舱長他也很棒 就是當那時候他就做了一個廣播 因為所有客人一直往前移嘛 到底是什麼回事 他就這時候做了一個廣播說 各位旅客 我們現在前面有一位朋友 因為他有點事情 我們正在跟他在討論 所以說請你們回到你的座位上 不要一直往前移動 以免影響飛行的安全 客人就往後就坐回去了 可是我們這篇廣播子 從來沒有在地面受訓的時候 會受訓這種 我們有一位朋友 如果你沒有經驗的空服員 可能會說各位旅客 我們現在前面有一位暴徒 可能那個暴徒 可能會被刺激 他可能就點燃了 或者在吼就 這座舱長真的要用非常溫和 就是好像沒有事情發生一樣的廣播 然後後來那個人就跟他講了 他很多情緒好像是離婚 他家裡的情緒不滿 所以要飛到福州去 然後他節績改變航道 結果後來因為座舱長的安撫 使得他沒有點燃那個汽油 這就當然也落地到福州了 當飛機一落地 在福州落地的時候 當然他馬上就被逮捕了 所有的客人 本來要飛到別的地方去 就全部降落在福州 公司再把他 又把他接回來了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安全落地 而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 但是我跟柯會講一個很鳥的事 國內有一家好像公司 曾經有一個客人也是 在飛上解機 世上最糗的節績事件 廣告後爆笑登場 人為的舒適比天災更可怕 他就跟 今天對不對 跟主管講 拜託了 康哥 我要開會很重要了 你去疏通一下 結果他就打電話下去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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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講完之後 就造成這個不可明顯的錯誤 機長整個人掛在外面 有腳在裡面 對不對 當時就說 有人建議說 這個飛機很不穩 很危險 趕快把那個洞 拿東西捂起來 包括那個氣流一直灌 灌到裡面又很危險 對啊 唉唷 我的媽啊 我今天會講一個很鳥的事 國牛有一家好像公司 曾經有一個客人也是 在飛上解機 他就在那個杯墊上面就寫 然後就拿給空服員 小可 那如果你收到這個 你會怎麼樣 給他一包走 因為 你是空服員 你要去 接什麼機 那是你吧 你是空服員還這樣子 對啊 你收到你會怎麼辦 當下 我一定會馬上就是 就是禮報機長 好 那他待會兒就回頭說 他就跟先生講說 好 先生 你稍等一下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要叫他稍等喔 他就請你稍等一下 沒有 前面他還有五位在排隊 你是第五個 對… 後來他一到前面去跟 船長回報這件事情 船長就第一個跟他說 請你跟他說 燃料不足 就拖延的方式 就空服員非常的緊張 但還是要裝作還沒有 沒事一樣 他就回去跟客人講說 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燃料不足 然後客人就說 看了一下說 好吧 那算了 這是非常非常鳥的事情 所以當然這個人落地 一下也被航警抓走了 可以喔 也被抓走了 公共危險 對 維修疏師就 機長被吸到機艙外 好髒喔 被瞎了吧 那機長 好髒喔 他是等一下吸出去 腳還掛著是不是 這樣 英國航空公司 真的發生過一件事情 是 他在正常從英國起飛的時候 他的過程是這樣 正常程序起飛 起飛之後呢 到一個高度之後呢 當然我們就通常自動 駕駛就會接上 接上之後呢 我們就會監視這個系統 讓他持續飛 飛到一個高度之後呢 比較改平的高度 就是慢慢變平飛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輕鬆一下吧 以前比較沒有張法 安全帶就鬆掉了嘛 幹嘛那麼累呢 天啊 就打開啦 輕鬆一下嘛 那就安寧了 劉姐啊 今天吃什麼餐啊 就來餐了 就吃飯了 我們有個桌子就吃飯 那這個兩位機長 在這過程中就吃飯了嘛 那好像到一萬七千三百尺的時候 突然間笑 砰一聲 結果他們兩個都見無畏定 連餐什麼都被 瞬間被吸出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飛機的這個 這個玻璃啊 整個就 破掉 不見了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就是維修啊 糟糕 我跟你講 這個飛機是這樣 你模擬比方我吹個氣球 吹很大 沒有把它鬆起來 一下放開有沒有 那個出去那個衝力是多大 那個 所有裡面的內外壓力差不一樣 又有個高度 馬上全部都是往外吹 往外吸 連門都被吸開 你所有東西 雜誌 書 吹亂七八糟 結果後來那個副機長呢 也嚇一跳 哇 這都沒看到情況下 一看 機長不見了 機長整個人 全部都在外面 歐彌陀佛是他的腳 被那個安全帶 纏住了 還好就在外面 後來那個機長大概嚇死了 那也沒空氣啊 一萬三千公尺 對 空氣很稀薄 不是公尺 是米 是那個 這個叫什麼 一萬三千尺 不是公尺 尺而已 一萬尺以上空氣就非常細薄 對 所以那個時候呢 哇 我看那機長也沒辦法 但是這個場景的時候 還好那個副駕駛 副機長 他穩住了 他沒什麼狀況 那當然那個時候 在座艙裡面 因為那個聲音非常非常吵 那機長在外面嘛 然後也拉不進來 因為那這個 你在揚卡通片嗎 你讓他進來啊 真的真的 他整個在外面 其實可能沒有多久 因為他可能過度驚嚇 再來外面的那個壓力 跟溫度 空氣氣薄 這隻溫度搞不好 是零下三四十度 他可能迎風面 可能馬上就結冰了 我的媽 都在外面 那但是... 不是頭在外面 不是頭在外面 身體在外面 還好後面那個男的服務員 進來 趕快進來幫忙 他走進來可能也是很 滿山走進來 趕快把那個機長的 雙腳拉著 拉不進來 但是就分力拉著 然後那個 副駕駛就開始趕快 下降高度 開始做很多處理 那通常在這個時候 他不但要跟塔台聯絡 可是以前的飛機 可能他也緊張 或者他沒有那種 全罩式的那種 我們在全罩式氧氣氧氣氧 裡面就有麥克風 那才聽得到 一般那種坐艙施壓情況下 非常吵 你根本聽不到 塔台也聽不到 他跟塔台一直講 他也沒有回應 所以他就一直慢慢飛 飛下 飛到低空的時候 速度稍微慢一點的時候 我看到機長 大概外面 大概結冰差不多來 大概也半條命了 連那個幫他抓住 那個男的那個空服員 他都在抖 為什麼 因為太冷了 而且他都受不了 因為那個有一個 有個犀利在 他最後好不容易就落地了 落地之後呢 趕快送醫 我不曉得機長有沒有 有沒有救火 那這個過程是非常非常的驚險 那同時他們下來去檢查 剛剛康哥講的 我們以前在飛戰鬥機有個術語就是 民航機也是一樣 地勤維修人非常重要 結果呢 以前的飛機 它的這個擋風玻璃 是從外面裝的 是 外面裝的呢 就檢查90顆螺絲 其實有86顆螺絲 通通的半徑都比較小 奇怪他還找那麼多顆螺絲 把他鎖上去 就變成那個尺寸就不合 還有六顆 就剩下的六顆 八四顆螺絲之外 剩下六顆螺絲 他比正常要鎖那個玻璃螺絲 還要短小 完全都不對 所以飛在天上壓力受不了 哇 就整個吸走 所以以後航空公司就改 因為這個這個災難 就改成這個玻璃呢 駕駛艙裡面都從裡面裝 裡面裝呢 它可以卡住那個結構嘛 就不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驚險 好可怕喔 志祥 這個我稍微做個補充 因為這有了不起 你知道那個機長 機長整個人掛在外面 直接有腳在裡面對不對 當時就說 有人建議說放棄它 因為這個飛機很不穩很危險 放棄它趕快把那個洞 拿東西補起來 補起來就好 包括那個氣流一直灌 灌裡面又冷很危險 就說放棄它 反正它這樣也活不成了 放棄它 後來副駕做個決定說 讓乘客決定 讓乘客決定 所以乘客都知道 就他們就給乘客講說 機長先掛到外面 那 所以他打開的時候 都是說 投票 投票表記 我們被機長現在掛到外面 請問要幫他走嗎 這是真的事情 他問說 今天我們如果讓機長這樣掛到 我們飛機會有點危險 但是放棄它我們比較安全 你們覺得我們要放棄它 我們要救它 你們投票 是 有你們決定 就你知道嗎 居然決定不放棄機場的 佔大多數 好棒 這厲害吧 厲害 因為機長掛外面還在這樣 拜託同文票 拜託同文票 這個在投票的過程當中 有人舉手說要放棄 舉手之後後來空服員 但是最後還要 空服員他也要舉手 但是空服員就是不舉手 到最後大家一個一個放下來 真的 決定要救那個船長 不過我很佩服就是說 剛才老師講這個情況 通常正常這個情況 什麼東西都塞不住那個洞 還好有機長塞在那裡 這是多久前的事 而且我告訴你 這些乘客們後來 我覺得他們都高興得不得了 因為機場居然沒有受到大傷害 送到醫院去 人還蠻好的 奇怪 好輕微受傷而已 動傷 就人動傷 連嚴重的傷害都沒有 所以你們今天機長 不要再穿那樣 沒事要穿那個軍夾克 飛行夾克 冷啊 農染報告我身上貼 對啊 恐不死 不行啊 貼熱死 這個 不過那個還蠻感動 大家不放棄 但是這個機長也算是命到 不過就是不知道 還敢不敢再飛 應該不敢 不敢 這多久以前的事 有一段時間 怎麼樣 你想再來 不是 什麼人 招待你掛在外面 遇到那個機長 聊聊心情 對不對 他現在應該很老了 對 居哥你遇過亂流 看到死神 其實我覺得 對於乘客來講 遇到什麼捷機那些 其實我們都會被安排 是一個可能不知道的狀態 但是當遇到亂流的時候 那真的是整架飛機的人 都會一起尖叫的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出外景關係 常常飛日本 然後我們都知道 日本上空都一定會有一段 一定會遇到亂流 只是看你運氣好或不好 也許你運氣不好 就遇到那亂流很可怕 然後那一次是 我們要從日本飛回來 然後就在日本上空 可是我們最害怕的 不是聽到 就是要你吸安全帶 也不是害怕 空姐跟你講說 請留在座位 不要走動 我們最害怕的是 機長打開廣播 跟我們講話 然後那時候就是 已經開始 你就聽到 的聲音了 然後我想說 然後我們想說 完了又遇到了 只是不知道大禍 然後開始你就看到 空姐慢慢的 紛紛的走到自己的座位 然後把安全帶系上 然後這時候又聽到 廣播室傳來 機長的聲音 機長說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 還滿不穩定的氣流 請大家留在 就是位置上面坐好 然後我們會經過 階段氣流 但是因為氣流很 就是很不穩定 很大一段時間 所以希望大家 連廁所都不要去 然後我們就坐著 那就發現不太對勁 因為聲音越來越大 然後開始最可怕的是 我們三個人做一排 已經開始手牽手了 然後唸 歐彌佛唸歐彌佛 唸主的唸主 就是大家一直在祈求 因為最可怕的 其實是整個飛機 是直線的往下降 然後我們桌上放的東西 全部瞬間是浮空的 我不誇張 真的兩秒鐘的時間 是整個東西是浮空的 它是沒有動的 對 就是東西還在原位 然後整個飛機已經往下降了 然後在那瞬間 你真的 整個頭是發白的 就是你整個 往事都已經一幕一幕的上來了 然後就握著 結果下飛機的時候 我握著旁邊是一個攝影師 攝影師的手 整個被我抓到是瘀青的 因為我太害怕了 然後在那一瞬間 你真的覺得自己就要死了 許可講這個 我曾經遇過一次 真的是晴空亂流 你那個安全帶 真的就是要冷不防 沒事就把它繫著 為什麼 那個突然間的動作 你看我看那個空姐 還有日擊的空姐 整個都瞬間 不用一秒鐘 你知道嗎 後來那骨折什麼 就休息半年一年 真的很嚴重 這樣就骨折 打上去就打下來 因為那個瞬間高度下降很多 如果說 萬一它是推厚重的餐車 我告訴你 完蛋了 上來壓下去 就完蛋了 就遇過這個 就是空姐還在推那餐車 整個餐車飛起來 砰下來 腳就斷了 天啊 所以隨時系好安全帶 對 那很可怕的 這個餐車 不要小看它 它非常非常的重 不要看只都是餐盤而已 現在因為航空公司 因為響應環保 所以它裡面的重量都減重了 所以餐盤以前有磁盤 現在都變成全部都是膠盤 要減重 以前這個餐車 是非常重200多公斤 也就是要兩個空服員 要一眼一邊推這個車 是 那因為前陣子有一家 好像公司的那個 有一個VIP 就跑到廚房裡面去開 開它的這個門 自己去拿可樂 然後被這家公司 列為黑名單 就說叫你不要進廚房 可是客人就覺得說 你們空服員都在忙啊 我來自己拿可樂 因為為什麼 因為飛機上的那個廚房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曾經引起就是空服員進去了 就車子 因為飛機遇到亂流 整個車從那個停車的地方 全部衝出來 空服員在廚房裡面 就被整個撞 就被撞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航空公司 禁止客人進廚房 可是有些客人很nice 沒關係空服員有忙 我自己來拿 很nice 這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後來這個客人VIP 因為屢勸不聽 結果被這家公司 列為黑名單 對啦 就是各位 叫你不要去就不要去 這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 在坐飛機的時候渴死 所以你稍微等一下 好不好 自然會給你喝 真的 對啊 稍等一下 那脫隊飛行 其實本來是一個 不應該的事情 但是卻意外的免去 三個飛機失事的發生 為什麼這小子 這有預言啊 這個就是 真正是從來沒公開過的獨家 來…好… 獨家 好 趙老大 世平哥 不要這樣 國光計劃聽過沒有 沒有 沒聽過國光計劃 你怎麼連國光計劃都沒聽過 聽過會很厲害嗎 還不錯 那就應該聽過 國光計劃 台灣也是最大的計劃 就是反攻大陸計劃 那真沒聽過 反攻大陸計劃就叫國光計劃 總計劃下面很多紙計劃 講攻來台灣 就一直在想國光計劃 好… 國光計劃中有一個屬於空軍的 就是他要把閃兵運進去 讓閃兵空跳下去 還要給地面部隊運送貨物 對… 所以因此我們台灣只有一個運輸聯隊 就屏東六聯隊 我父親中國屏東六聯隊的聯隊長 好… 因此為了國光計劃 他們奉利晚上夜行 飛進大陸 模離反攻大陸再飛回來 你知道嗎 那一定要… 這個模離飛行要進大陸 一定要無線電保持靜默 完全目視 你跟著長機走 三十六架分為六個梯次 三架三架一個梯次 三架三架六架一個梯次 這樣進大陸去 我告訴你 我村子是個非常小村子 只有五十戶人家 我們全村幾乎男人都在天上 嚇死人了 要進大陸你知道嗎 而且… 好… 他們三十六架全部進大陸以後 模離 閃兵跳傘 然後再飛回來 飛回來的時候 本來應該由這個… 東港上岸往潮州飛 結果第一個六架 是由四大隊的副大隊長 趙松岩帶隊 好像是關124期的 然後帶了三架三架 就從仿寮上岸 飛出岸 那因為他無限電保持靜默 結果長機 撞起來撞上大五山 後面兩架 越是目視跟隨長機飛 全部都撞上去了 來不及了 三架全部撞上去了 結果後面三架 結果莫名… 後面三架這個領機 駕駛一流了 他能在前面領機一定是最好的 他平常飛行一流 不知道那一天為什麼 他居然脫隊沒跟上 所以就脫隊沒跟上以後 就沒有跟著撞上去 本來照理說 他跟著緊閉的話 是六架一起撞上去 對 既然都已經回到台灣的訪聊 無限電就打開了嘛 幹嘛這樣子 對不對 不過你們機長 在飛行之前 也要做一個 360度的全力檢查 對… 所以說在飛機 在起飛之前檢查 如果沒做好的話 就會造成很大的意外 對… 早期在大陸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時候 有一架飛機 本來要10點20起飛的 然後突然間 機長就接個電話來 你誰… 老牆 趕10點起飛 是… 我那個天冷兒下雨…下雪 這個…除冰沒有… 除個什麼… 除個什麼… 不要除了 是…起飛… 上師打電話來 就不按程序走了 那我們知道 在冰天雪地或下雪的時候 飛機的這個機翼 會結很多的冰 有時候那個冰…不是雪 有時候它濕氣會結很多的冰 不規則狀 我們知道飛機就是生力嘛 所以這個疫苗要非常的平順 它如果機翼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看不到是透明的冰 飛機這個機翼就完蛋了 它就變成擾流 擾流你就進入螺旋 就進入那個漩渦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防冰動作是非常重要 而且防冰除冰呢 它會有一個車 在附近幫你噴這個藥劑 大概要20到30分鐘 一定要做完 做完之後 你起飛的時候 天氣越冷 你這個機翼上才不會結冰 他們就犯了這個最大的錯誤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飛機上呢 據說有一個 上海富華科技的老總在上面 他因為要到… 趕到10點到上海去開會 他就跟… 趕時間就對了 跟… 在主管講說 拜託了 康哥 我要開會很重要了 你去疏通一下… 結果他就打電話去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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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講完之後 就造成這個不可彌補的錯誤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的恐怖 所以在一些以前比較 早期比較不先進的國家 他絕對… 就是說他不按這個程序走 但是一般機長就是最大 我們一定要按照正常程序 按照正常規範 絕對不會有任何外力來介入 為什麼 因為是安全問題 沒有任何人能夠負責 改變他 對 改變他 是 所以這很恐怖的意思 所以說會有程序 就不是說隨便爽的時候就定程序 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還是要照著程序走 那前一陣子 香港航空就發生了一件驚魂事件 有一位不知道幹什麼東西的乘客 大飛機 一時興奮了 就開機艙門 說要上廁所 我開始喝醉了吧 那空姐當然會阻止她 不過這個門打開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 因為兩邊的壓力不同 一開那個人都會被吸出去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當然 下飛機你上廁所 那你就好好去警察局上 就被警察帶走了 所以說那個 飛機上 這個 其實除了乘客之外 還有一些人是需要控制的 這是 飛機上還有什麼不安定因素 要您不能不小心呢 空案發生後該如何自救 牛仔褲可以讓你漂浮 第二 椅子 飛機的椅背 是可以 所有能漂浮的東西 都要戴在身上 等待救援 不用啊 我直接跟著空姐 游在旁邊 她就可以照顧我 空姐很愛 就走 沒有要照顧我 空姐可以照顧我 剛好 變他一直抱著你 我的媽啊 下飛機呢 你上廁所 那你就好好去警察局上 就被警察帶走了 所以說那個 飛機上 其實除了乘客之外 還有一些人是需要控制的 就是失控的 控服員 剛剛講到門 一般乘客 事實上他很難打開門 冰箱的門 基本上有分成兩種 一般客人 可能都比較常看到 是這種門 我們上下的那個門 對…那一般客人 要打開這個也不容易 就是說 所以說 因為它是抑壓式的 一開它自動就會打開 會 整個狀況它就充氣了 所以說一般客人不會 那這種呢 它更難了 這個是要整個 因為這種門是在翅膀兩邊的 所以這種門 我們叫Type A 這種門呢 你要打開是要把它整個 抬起來的 是很重的 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台灣也好 外商也好 卡紅公司 空服員 體重 太瘦 是真的不適合 坐這邊工作 因為你根本 緊急 你抬不動這個門的 所以這門很重 好 那所以說 客人既然打不開 那有一個人可以打得開 就是空服員 所以在飛機上呢 千萬不要讓空服員抓狂 所以讓空服員抓狂 這件事情是很嚴重 其實在國外的外商 他們認為空服員的情緒 是要被保障的 當然 所以你不能去讓空服員 就是你騷擾他 讓他情緒不好 然後讓他失控這件事情 曾經有一個 就是一個在地面 飛機還沒起飛的時候 這事也發生在英國 然後那個男的做艙長 他已經飛了二十幾年 他可能想一想 他可能覺得他是要退休了 結果他就有個客人 因為飛機還沒有停穩嘛 然後他就 他就把那行李箱打開 然後那個做艙長就 就叫那客人說 請你不要開那個行李箱 請你坐下去 就那客人就講一句髒話 回他 F開頭的這樣子 然後那空服 那做艙長就很生氣 就用同樣的話就回他 對 UF2 然後就回他 回他之後你知道 所有客商 所有客人被他嚇一塊 因為覺得空服員 怎麼可能會用這種話 回客人你知道嗎 就後來等飛機停穩的時候 那做艙長 做艙長竟然 自己開艙門 自己開艙門 然後自己充氣 然後滑梯一打開的時候 他自己就 幾十萬個不見了 對 然後就跑走 他就回家了 這麼氣 說我不幹了 太氣 他的情緒 我只是覺得他可能已經 這個事情除了那個機長 除了那個空服員之外 大概只有趙哥做出來 對 他真的覺得他不幹了 就後來呢 航警 警察 就開車到他家把他抓 抓他 然後他在家幹嘛 調雞尾酒 在那邊喝酒 因為他就想不幹 所以說能開這個門的呢 基本上就只有 做空服員或做廠長 對 大家 這個空服員的情緒 我們還是稍微顧忌一下 真的 不要惹毛人家 那徐哥你覺得 最危險的成果是小孩 我那次看到的那小孩子 他大概已經七八歲了 已經開始有自己的 就是他自己有自主的能力了 但是他患了一個還蠻 顯見的病 就是為什麼會覺得他很可怕 因為那小孩子 是這樣坐在前面 然後被綁著 他是安全帶整個這樣綁住他 因為他只要一鬆開 他就會看起來 一直靠自己 一直靠自己 他的整個飛行的13個小時 他沒有睡覺 睡了也是大概3到5分鐘 然後一醒來 他就是要喝水 他馬上就要喝水 然後如果你不給他喝水 他就會打自己 一直打自己 然後他的暴力傾向 暴力到他連他媽媽都靠 就是我看到他靠他媽媽的頭 而且是很用力 就是你已經覺得他的力量 已經不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了 然後他連前面那個電視機的椅背 他都想要去咬他 所以整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安的一個狀態 然後13個小時裡面 爸爸跟媽媽一直在旁邊安撫他 然後空腹人員也是一直來來去去 一直來來去都一直在送水 而且那個水好像要保持一定的溫度 就是那個小孩子 就真的是患了一個還滿奇怪的疾病 然後下飛機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爸爸 是扛著那個小孩子在肩上 然後出境的 所以其實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自己 心裡面是覺得很心疼 因為你知道他是患見一個很奇怪的疾病 但是還是覺得這種 飛機上面這種小朋友的情緒 或者是再小一點的小朋友的情緒 真的會影響到很多乘客 那個是生病 那是不太一樣的 對 不過現在講得恐怖了 大哥又要帶來恐怖的事情 又是獨家嗎 失蹤半個世紀的飛機出現了 但是上面的咖啡是熱的 全世界的專家 到現在 那人可以提出解答 拉薩都來看這架飛機 真的還假的 1937年1月 注意聽是1937年1月 馬尼拉飛明達拉格 一個民航機 一飛 雷拉上看不到他 不見了 1937年1月 1937年1月 雷拉上不見他了 就以他失事了 大搜救 找不到他 殘骸都沒有 好 就認為這架飛機失事 不知道掉到哪裡 找不到 就後來 50年後 在辛吉內亞的森林裡面 找到這架飛機 是 1987 找到這架飛機 有沒有什麼稀奇 很稀奇 一看這架飛機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傻了 它是銀色的 我看過這架飛機的照片 全新的 太陽照下去還可以反光 亮的 打過蠟 跟新的一模一樣的 飲食清洗 一點都沒有 生鏽的感覺 是 那調查 調查人員就上飛機 一打開門 都沒有那種 很久失修那種 很開 就很自然的開 順暢 一進去一看 裡面就是完全 跟新的一樣 就跟新飛機一樣 整個都是 一點都沒有生鏽 但人都不見了 結果一看 報紙 是1937年的報紙 確定了 雜誌 是1937年的雜誌 還有抽香煙 那時候還可以在飛機裡面抽香煙 香煙跟香煙盒 現在根本擺不到 1937年 1930年代的香煙跟香煙煙地 你知道嗎 結果 東西全部是新的 打開這個熱水器 裡面咖啡還是滾燙的 可以喝的 好可惡 餐跟三明治 全是全新的 還可以吃 還可以吃的 一點都沒有爛 也沒有發霉 什麼都沒有包裝得好好的 你知道嗎 所有東西 連餐都是好的 然後 電池是滿的 發電池是滿的 一打開 全部電燈都亮了 看 油箱裡面油是滿的 一打發電機 發動機就啟動了 跟人家好飛機一模一樣 是 全新的飛機 這下不得了了 搞不清楚 但是人不見 人就不見 人就不見 但東西都好 連咖啡都滾燙的 不是溫的 是滾燙的 到裡面 這家飛機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這麼多年了 就跟新飛機一模一樣 馬上通知 結果 這個印尼 好了搞不清楚 就只好通知美國 拉塞派人來 沒有人能夠解答 這家飛機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人跑到哪裡去 人如果是摔飛機摔死 裡面總有骨頭啊 飛機也爛啊 飛機也爛啊 對啊 飛機就完好 人就人不見了 不見了 一個人都不見了 失蹤 憑空消失 也沒有 他也沒有逃出來 因為沒有家人 收到他們的任何訊息 對 史上最神祕的 飛機最起事件 所以像我們發現的飛機 看到一半就 退 飛機門關起來 趙哥沒看到 趕快走 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知道太多了 飛機上還有很多的預熱系統 但是它也會造成墜機事件 對 這個事情在發生哪裡 發生在這個瑞士航空 在1998年的時候 它失事地點在加拿大附近的 一個海域上發生空難 是 空難大家 事後空難小組去發現的時候 才發現一連串抽絲剝繭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瑞士航空呢 因為有很多的VIP客戶 為了要博取這些客人的歡心 他們在上面 增加了一些高級的娛樂系統 就比如商務艙 投電艙 可以打電動 可以信用卡刷卡 可以賭博 可以博弈這樣 所以變成客人非常喜歡 上飛機就不會無聊 對 在賭博猛弄 開心的 結果 因為它那個線路是私下裝的 所以呢 導致大家用的時候 用的次數太頻繁 而且沒有一個斷電的裝飾 變成它超過負荷 過熱 過熱 然後結果從內部變性走火之後呢 引發裡面的那個PET 裡面的那幾層 通通燃燒 最恐怖 那來不及 那個毒氣 最可憐的就是 你在有知 有認知的情況下 活生生的看這個飛機一直燒一直燒 你沒辦法做處置 然後就墜入海裡去了 每一次上面的感覺 大家都會看到一段影片 那以前是真人教學的 後來現在改成影片 對 就是告訴你的 飛機在最海的時候 要怎麼樣穿那個 救生衣 然後怎麼樣逃生 很多人都不看 其實要看 因為到時候事情發生了 你不會慌亂 那請問一下 那萬一飛機這個 在海邊這樣降落了 我們要怎麼逃 當然 首先很重要 游泳的技能要具備 真的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學游泳 不會啊 你會幫我綁嗎 我不會 我會看順不住 哪有時間 你還這個大爺 他完了 我還沒綁 鞋子要沒綁掉 踢腳要不要踹出去 我跟你講 幫我吹一下 沒關係 你吹 救生衣穿上去這不重要 重要是你什麼時候拉開它 對 是嗎 你不可以在客艙裡面 一穿馬上就拉開 就完了 因為你在逃生的時候 如果你一拉開 整個客艙開始膨脹跟擁擠 大家逃生的速度會變慢 對 所以就是說在你在跳 離開飛機的那一剎那 你才能把它給充氣 打開 就是要跳下去之前 你跳下去你們 我們稱這個叫Slide 但是你一帶海上迫降的時候 它的Slide中間是一切割完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船 對 變個船出去之後 你們就變成這樣子了 你們就開始在海上漂流了 這還不錯 感覺 那漂流到海 我這說得 那個氣氛滿好的 我最近不會跟你做 同一般飛機 我是說那 鮮魚就等著你 好 那當然一旦漂流到海上去 當然我要 這就是正常程序 那公司的所有的設備都正常 而正常使用情況之下 都是照這種程序逃生 出去的時候 那每個客人的分配位置 都要坐得平均而分配 你不可以擠到同一邊 然後這個法就會傾斜 那這個法裡面 還有很多的逃生的一些 生命運動器 就是求生工具 一個最重要就是發出訊號 對 所以飛機上會有一個叫 RESCUE99 就是它碰到海水 它會發送訊號 讓別人來救你 假設你是釣到海裡 汪洋大海當中 看不到你 就也沒辦法救掉你 好 所以Survival Kit裡面 還有很多很有 可以求生的工具 像什麼鏡子 還有一個叫鯊魚粉 就是剛剛那個 船長提到就是說 當你一旦漂流到海上去的時候 驅鯊粉 驅鯊粉 我看過那個 那個很有用 它會在你的法的旁邊 會形成一個顏色 七八隻的鯊魚 會讓鯊魚不敢靠近你 它這樣一丟下去 對 全部變顏色 會撐多久 對 撐多久 我其實不是絕對的 還是有驅鯊粉在旁邊的時候 有啊 有戰鬥機飛行員 下去之後 驅鯊粉一打開嘛 安啊 一直踩就被咬掉啦 真的 因為那時候還沒 還差一點點 快要聞到驅鯊粉的開口 沒那麼餓 好好的鯊魚 沒那麼餓 結果呢 好 這鯊魚粉一撒下去 就要形成一個綠色保護顏色的時候 鯊魚就不敢靠近 但是你在海上漂流 你不知道你會漂幾天 對 所以你可能會遇到日曬 當你遇到日曬的時候 你開始就要開始搭那個帳篷 帳篷搭起來的時候要保護你 免得被 就人家還沒有來救我們之前 你就已經被曬乾了 就不脫水了 對 你要防止你脫水 它會有食物嗎 裡面 上面有太空人 在太空艙使用的乾燥的食物 這是可以讓客人在裡面 可以用的 對 這還不錯 可是畢竟找得到 好 這正常情況下 就設備完全正常情況下使用 但如果你什麼都搶不到 你也上不了這個船 當所有不幸降臨在你身上 該如何自救 最實用求生小常識我們馬上回來 我的媽啊 這正常情況下 就是設備完全正常情況下使用 但如果你什麼都搶不到 你也上不了這個船 好 我建議給各位出國的時候 穿牛仔褲 不要穿純棉的褲子 因為牛仔褲 當你遇到海上 你沒有東西救生衣也不見了 兩邊的褲管綁起來 這邊 充氣之後綁起來變成漂浮板 可以喔 這個充得起來 你把褲管綁起來 牛仔褲可以 可是我不會游泳 我怕我來不及 我也就下去了 打空氣 對 那你就沒有辦法 那救生衣是最好 是因為可以讓你漂浮 好 那如果你也搶不到救生衣 不知道就要哪裡去了 對 怎麼辦 牛仔褲可以讓你漂浮 第二 椅子 飛機的椅背 是可以拆卸當作浮板的 所以說還有寶特瓶空的 戴著 空的 讓它漂浮 所有能漂浮的東西 就要戴在身上 等待救援 不用啊 我直接跟著 空姐搖在旁邊 她就可以照顧我 空姐搖在旁邊 她就可以照顧我 空姐可以照顧我 空姐也可以照顧我 鯊不鯊 坐湯長 比較年紀大一點 丟到海裡你的鯊 對不起 我們沒有辦法識別 你是什麼鯊 我也拿我的那個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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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不鯊 鯊魚也不會管你 你什麼鯊 那鯊魚就可以了 小高 你剛剛講那個 我講鐵仔 你說那個逃生影片 沒人看對不對 最近柳西蘭逃生影片 每個人都仔細看 我六個人不看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空服員一出來 穿的是魔戒裡面 那個呂經理的打扮 現在航空 你知道嗎 然後影片是什麼 不准抽菸對不對 對 甘道夫在那邊抽血 抽那個菸豆 然後那個男主角 卡了出來說 不准吸一張 不准吸菸 然後教你去綁那個 衛生衣的骷髏 那個骷髏 好可愛 怎麼綁那個 很好啊 這樣很輕 轟動全世界 因為每個人都仔細在 而且小朋友也會看的 對 所以他們這個做法 現在 真的很聰明 然後他會把影片 拋到網路上 一天就是二十幾萬人 去點閱他們的 教這種影片去看的 現在每一個人會穿的 好厲害 要學骷髏的姿勢這樣 對…裡面有骷髏 還是一句話 坐飛機的時候 多配合一些空服員的指導 不要去惹麻煩 因為有些事情的危險度 可能是你不了解的 你可能覺得沒什麼 一個小小的按鈕 可能會造成很大的災難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